北京當局的經濟政策 持續的重生產 輕消費 那昨天公布六月份的 零售銷售數據只成長了百分之二 遠遠不如市場的預期 再次凸顯了內需相當的低迷 隨著中國民眾持續的縮減支出 一向都很依賴中國市場的 歐洲精品業者 也明顯感受到這一股寒風了 最新的財報表現 普遍都很不理想 像是擁有卡地亞等知名品牌的 利豐集團今天就公布了 截至六月底的上一季 中港澳營收 年減百分之二十七 Burberry在昨天也公布了 上一季營收呈現大幅度的下滑 而且發布了獲利的預警 為了扭轉頹市 Burberry除了撤換了執行長 還宣布停發股利 就拖累了股價 在一天之內暴跌了百分之十六 另外一方面 瑞士的鐘表集團Swatch 就公布上半年的營業利益 暴減七成 導致股價大跌了將近百分之十 而德國的品牌 Hugo Bose 也已經下修了今年的營收展望 我們來看一下 Burberry的零售銅電銷售表現 可以看到最近的這五季 銷售的年增率 一季不如一季 2024年度第一季的時候 它的成長率還有接近兩成 但是下一季的成長率 就大幅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二了 然後接下來的三季 都是呈現了負成長 而最新公布的四到六月 銅電銷售下滑的幅度 來到了百分之二十 減幅比之前一季 整整擴大了一倍以上 可以選擇嗎? llinge 這